Hello 大家好 現在在香港Youtube Gameplay界中可以說充足著很多低質垃圾、粗仔藍作的作品 但曾經在香港Youtube界中有個一位熱高質Gameplay文明的Youtuber 我們今天說的是打遊戲影片的遲早網絡上的一道娟娟清傳 今天說的是吳公子AKA全奇玩家Poison或者是吳大師 吳公子在2010年開始拍片新界 在當時香港Youtube正在發芽階段時就開始拍片 影片中包括有公子玩、公子藥、LionFord系列等等的影片 而在當時香港Youtube也不像現在那麼流行拍打機片 說吳公子是香港Youtube打機界託方者也不為過 說吳公子就不可能不提下她的打機片 在我心目中她的打機片真的十分高質 我可以同樣對比一下大師的打機片來比較一下 大師的打機片相對來說真的比較沉悶 我渾心那句也看不出她對遊戲的熱性 對於我來說大師的打機片可以說是一個字 騎 但吳公子就不同了 較為有什麼風趣 也看得出她對自己玩的遊戲有相當大的熱誠和投入家 她都很成功地將遊戲和子生的魅力雙負雙城 構成十分之良好的結構 並不會圈奔奪主 在拍片的時候也會做好功課 例如Green Vanjango在你裡面 會一直玩一邊跟大家說一下 Green Vanjango裡面的麥西哥文化和死人節的背景 令觀眾能夠更加容易投入遊戲裡面的故事進入世界 這些如果不是事前做好功課的話 是不可能做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看邊的時候會有所得著 並不是單單享受到看邊時的樂趣 她的選材也有很多自己的風格和品味 我們又以Green Vanjango作我們的例子 在2015年大作混雜 她夠膽死同樣來過時光之旅 但你回到1998年玩Green Vanjango 由始又可以看得出她真的會精心挑選 哪一種遊戲適合作為她的Gameplay題材 並不會隨波逐流 但也不會代表她不會玩大作 大作的話就不會以雜數方式出片 反而是會以精華方式代替 她對自己的影片質素有著十分嚴格的標準 例如之前拍過的Pierreplace和The Wolf Amazes等等 都因為不符合她自己的標準 而將整個系列抵掉 除了Gameplay之外 不公之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製作 例如迷網電信 主要是以黑色幽默諷視當時的社會 是以畫面幫人眼球的時代下 這部作品單單依靠星金及穩打穩擇的內容 就能夠屌打其他YouTuber的影片 彷彿向現在粗製攬著YouTube風氣大大力地上躍吧 總括而言 她的Gameplay質素就好像一杯定級紅酒一樣 可以細味品嘗 更加驚喜時間的考驗 那麼多年之後看回她的Gameplay 依然能夠感受到當中的穴香 講完她的Gameplay 當然要講一下她備受爭議的事件和性格 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雜之買Hasset事件 當時五公子就在Facebook及YouTube出帖 希望她的粉絲能夠資助700元買Hasset 這件事就隨即引起了高登網民的強烈批評 很多高登網民認為五公子的行為根本就跟黑衣網分別 由此五公子就被高登網民冠上黑衣之名 最後成為高登的過界老孫 先說一下自己的個人看法 我覺得五公子當年真的走得太前了 現在的Donate和Kickstarter已經變得十分普遍了 如果將當年的雜之買耳機事件放到現在 都只會是一件普通不過的事情 就算我們不說現在就好了 當年外國YouTube已經有很多類似的活動 只不過在香港仍然暫時未留存起來 說到最後當然要先說一下自己的個人感想 我本身就是一位五公子的粉絲 由當初還有清常的公子 一直看到成為獨得位主席 還有之後的全其玩家開神 還有他對最後的五大師 我還記得當時放我回家 不是看那些濕交移動節目 而是看他的打機片 認真那句 如果不是當年公子要放手切出YouTube 相信和現在YouTube一個大J平起平坐都不是一件難事 可惜美好的時光已經過去了 現在的五公子都不是往日的五公子 往事只能夠回味 只能夠在我們絕無緊有的記憶當中 回想起當年我們看著五公子送飯時候的快樂 不知道有沒有人同樣都很向往第一代的元祖YouTuber 當時明仔、Emilio等等都很用心地創造屬於自己的創作 當時YouTube真是最美好的 明仔的freestyle Emilio的九五八八 Luke的iPhone Cooking嘿嘿的攀音 五公子的打機片 相信不止我一個是看著他們的片大 就算沒看過他們 你也一定會聽過他們的其中一兩位 但不知道何時開始 YouTube就變成這樣想 好像Fox很感性 最後喜歡這條影片的幫忙在下面 按一按like和訂閱按鈕 我之後會有更多的創作 我是阿希 舉手之爐 何樂而不懷 我們有緣再見